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事情是 這個是考試有考的題目 考試有人考過的題目 就是一個重物 上面一個繩 下面一個繩 上面一個繩綁起來 然後去拉它 一個是快快拉 一個是慢慢拉 然後斷掉的地方會不一樣 那想請問你 我想請問你 快快拉 上面斷還下面斷 慢慢拉 上面斷還下面斷 然後解釋一下為什麼 解釋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是上面斷 為什麼會下面斷 重物 上下有繩子 上面繩子綁起來 綁在上面一個 比如說欄杆上之類的 然後你去拉它 慢慢拉下面的繩子 哪一個會斷 很快的拉下面繩子 哪一個會斷 原因是什麼 不是你要告訴我上面斷 下面斷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裡斷掉 為什麼是這邊斷掉 OK 來 我們找一位大哥 多大幾 十三 十三 大哥耶 十三 來 快拉哪一邊斷掉 慢拉哪一邊斷掉 原因 快拉的時候上面斷掉 對 慢拉的時候 也是上面 還是上面斷掉 中間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快拉上面會斷掉 你會冠性 蛤 不會講 做 你當你不會講 就表示你並沒有真的非常清楚非常了解 快快拉的時候 快快拉的時候 下面繩子斷掉 當你很快拉一些力量摩擦什麼都來不及作用 那個重物保持慣性不動 下面繩子被拉走 所以斷下面 慢慢拉的時候 各種摩擦什麼都有機會作用 上面的繩子承受兩個力量 手的拉力跟東西的重量 下面繩子承受一個力量 我的拉力 所以上面承受力量比較大 所以斷在上面的繩子 上面的繩子 你說這裡有一個示範 不過那個男生的表情有點好笑 這個是總有一條鐵槍 一個槍 和三條頂 這是一個盒子裡面裝水變重物 上面有一個繩子和一個槍 下面有兩條繩 三條繩的質料是相同的 我們現在跟這個系統註定好 讓它不要動 然後我們邀請一位同學出來 拉下面其中一條繩 我們手下會點 好現在先快快拉 蹲在下面的繩子 下的條繩斷了 下面條繩就沒有跌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接下來再慢慢拉 我們再試一下叫我的同學出來 拉下面條繩 看看今次又會怎樣 慢慢再拉它 咦 今次去下面條繩斷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就是 所以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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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 這個題目是有人有考過的 這是有人有考過的題目 就是問你快拉跟慢拉 斷在哪一根繩子 然後我會跟你說明的結果 然後也告訴你的原因 最起碼你要記住結果 快拉的時候斷上面的繩子 慢拉的時候斷下面的繩子 最起碼你要記住我們實驗的結果 接著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 我們說東西有慣性 那麼這個慣性跟什麼因素有關 你上了高中之後 你會學到跟質量以及速度有關 兩個東西乘起來叫做動量 所以慣性的大小是跟動量大小有關 可是我們國中沒有教這個 所以我們的國中程度僅止於說 我們的慣性跟質量有關 質量如果越大 慣性就會越大 我們沒有牽止到速度的問題 所以對國中生而言我們只要知道 一個物體它的慣性的大小 跟它的質量有關係 質量越大的它的慣性就會越大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示範 它拿一個東西然後稍微剪開一下 然後左右兩邊拉 因為你很難控制左右兩邊 然後再做一次 我們就去跑掉中間跳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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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包 所以它就向兩邊分開 所以用這個實驗 來跟你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情 東西的慣性大小跟誰有關 跟質量有關係 那我講過上高中之後 會說跟動量有關係 還有跟速度 但是我們國中不扯這件事情 我們就只講說 我們會跟質量有關就夠了 那其他事情是我們高中以後再說 就是告訴你 慣性的大小 跟質量的大小有關係 質量越大 慣性就會越大